我是支持这个安乐死合法化的 但是他必须得经过三方认证 首先是作者公开的表达了他愿意安乐死的医院 这是一 第二呢是家属也确认了同意病人安乐死 这是二 第三呢有医生决定 有医生出具医学报告 决定这个病人可以安乐死 这个医生呢不能是正在负责救治病人的这个医生 而应该是国家指派的医生 国家从另外一个机构调过来的医生 来鉴定这个病人是不是达到了安乐死的标准 在这些环节都得到保障 三方面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呢 由此实行安乐死是可以的 一是病人主观的意愿已经表达了 他愿意安乐死 第二是家属也认可同意病人安乐死 第三是国家机构通过医学的方式调研了一遍之后 才定病人的身体确实处于极度痛苦的情况下 这样的安乐死我是支持的 啊 啊